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每个人的福祸都不是上天注定的,而是自身感召而来的 所谓命由己造,向由心生,静随心转 我们的心就是一个能量磁场 我们向外界输出什么,生活便会回应我们什么 世界是公平的,我们对他人所做的,其实就是对自己所做的 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 世人不信因与果,因果何尝饶过谁 比风水更厉害的是人心 我们做什么事,存什么心,因果都知道 一个人最大的贫穷不是没钱,而是没有福报 有那么句话,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 善良的人终究不会亏,与人为善就是于己方便 福报是自己修的,祸事也是自找的 当年,释迦牟尼佛住在底树给孤独园的时候 有一位婆罗门的女儿,很漂亮,非常聪明 可是,她的女儿突然身染重病,不久就离开了世间 父母这个独生女疼爱有加,超过自己的生命 面对女儿的突然离去,父亲心中悲痛一觉 不久精神异常,每天到处乱走 有天,这位女孩的父亲见到佛陀,当下神志清醒 并向佛陀顶礼 悲伤的父亲说,我只有这个女儿,我爱惜她如手中诸玉 可是心爱的女儿在我的面前呼吸就停止了 我心中的痛苦无法形容,愿佛陀解开我的忧愁 佛陀就跟她开始说,世间人在生活中 有四件事不能永久保存 这四样东西谁也留不住 一,爱造口业 或从口出言多必失 人的嘴可以利人,也会伤人 人的嘴也是风水 守不住自己的嘴,自然也守不住自己的福报 是非说的多了,福报自然也就漏掉了 生活中,有太多的人在嘴上造业 比如在背后扯是非 两舌嘲笑讽刺别人 抱粗口,恶语,说骗人的话等等 哪怕刀子嘴豆腐心也不可以 每一句难听的话,迟早都是回头的剑 最终伤害的都是自己 静坐长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佛陀也曾经告诫弟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口业 口业的果报是非常严重的 其祸患比猛火还要厉害 口业难亡历日增,亦因万果永相成 鱼痴凡夫心颤导 仇债毁持拒不能 造口业损人阴德一定要戒之 佛经上,世尊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真实因果 从前,有一名叫君提的七岁男孩 被僧人带到寺院修行 当他正到罗汉果位时 用天眼看自己的前世 在五百世以前也曾出家修行 在寺院内自以为自己嗓音清亮很会畅念 心生傲慢 清是一位老比丘 说他畅念的声音好像狗叫 其实那位老比丘已经修成罗汉果位 君提音不识真相恶语商人 就因这一句恶语转世为狗 并一直延续五百世为狗 一句恶语就得到了这么严重的果报 五百世后罪业一满 才得到舍利佛尊者的救度转世为人 才有今天得逞阿罗汉国 此真实因果提醒教育众生要心无分别 尊重众生 不说是非 不见人过 以免因一句恶语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忏悔的方法就是每犯一次口过 只要忏悔一次就够了 不需要为了某一次口业的过失而不停的忏悔 老实忏悔会变成自怨自爱 会把自己弄得没有信心 忏悔就是承认 如果相同的口过已经忏悔过了 却又一再发生那还需要一再忏悔 忏悔过后又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并非犯了过失之后 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 而是要像不倒翁一样 倒了之后要忏悔 忏悔之后站起来 如果又倒了就再忏悔 忏悔的方法是每犯一次口过 只要忏悔一次就够了 不需要为了某一次口业的过失而不停的忏悔 老实忏悔会变得自怨自爱 会把自己弄得没有信心 忏悔就是承认 如果相同的口过已忏悔过了 却又一再发生 那还需要一再忏悔 忏悔过后又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并非犯了过失之后 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 而是要像不倒翁一样 倒了之后要忏悔 忏悔之后站起来 如果又倒了就再忏悔 知道自己犯了口业的过失 尽量训练自己 话到口边想一想 讲话之前慢半拍 不是不说话 而是要慎言慎语 二 爱造杀业 佛经中说 诸于罪中杀生为罪 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一切生命皆为六道轮回里有情众生 我们若为自己一己之私 而伤害其他弱小动物 其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人的心念和行为是最重要的风水 我们造什么业都写在脸上 杀业太重的人往往面向凝重 没有欢喜心 也不会令他人生起清静愉悦心 杀生会带来短命多病等果报 还会给自身带来灾祸 平时若不积德 难免祸事临头 很多人总是羡慕别人比自己命好 却不知自己的德行损了自己的福 杀业之恶乃世间万恶之首 不论你杀的是像蚂蚁虫子那样的小生 还是像飞禽走兽那样的大生 都会有果报候着你 杀小生果报轻 杀大生果报重 造杀业带来的果报如此重 那该怎么办呢 那只有三个字 戒杀生 戒杀生是佛界一贯奉行的戒律之一 从古大德到今天的各寺院众僧 都恪守这条戒律 不但如此 基于佛陀普度众生的精神的宣扬 我们也不失时机的劝称众生戒杀 佛教从建教开始 就致力于对诸生命的敬畏 固定诸功德中戒杀第一 凡是在寺庙修佛者 都要以佛陀为榜样 持大慈大悲心 将戒杀一切生命 当作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学佛应培养一颗慈悲心 互生放生 广皆善缘 终有一日 你所积攒的善良 会化成祝缘 给你的人生带来福祉 三 邪淫心态重 既然是邪 必然是与正相反 邪淫就是非正常的男女夫妻和情侣关系 是超越道德和法律底线的 不健康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邪淫的果报 是诸多恶业中最重的一个 佛家常以万恶银为首 说明其严重性 邪淫心重的人 往往会有身心受损 心识愚昧 行事颠倒 诸事不顺 灯火报 最障碍人的修行 也最损人的阴德 愣言经中 以银心不除 尘不可除 来说明邪淫的恶果 一个再有修行的人 如果不能断邪淫心 是根本难处理六道轮回的 只能不断在苦海里轮回受苦 一切功德散尽 严重者要堕入恶道 受尽疾苦 所以不论我们是否信负 一定要敬畏因果 断除邪淫心 清静自己的念头和行为 心清静了 智慧也就显现了 心有多静 福有多深 愣言经中有53个银字 从其中可见其厉害和严重性 邪淫心太重的人 念头不清静 总是生一些不静的念头 时间久了 相貌会发生改变 俗话说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我们的相貌就是我们内心的外显 一切为心造 心中想什么 脸上会呈现出什么 内心 慈悲平和的人 相貌必定庄严 而又有亲和力 内心丑陋之人 相貌必然粗鄙猥琐 而邪淫最损人的贵气 人的相貌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会时刻随着内心而转 世上最好的相貌 就是修成菩萨相 清静庄严 而一切之根本在于修心转念 不生邪思邪念 戒除邪淫 自然长相端庄 令人心生恭敬和赞叹 四 不孝父母过河拆敲 佛说 父母是这世间最大的福田 如若对父母不孝 则诸实不顺 佛教里几位著名的佛菩萨 如地藏菩萨 就是有名的大小子 他曾经救助自己 在地狱恶道的母亲 拔离痛苦 并发下地狱不空 势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的大愿 要度尽一切恶道众生 以神通第一著称的 木剑连尊者 他为了救助自己的生母 纵然费尽周者 也从未放弃 最后 以种种殊胜功德 救助自己的母亲 离苦得乐 还有伟大的释迦牟尼佛 他的母亲 在他出生七天便往生了 佛陀成道后 多次亲自前往刀利天 为母亲说法 其孝行诸天赞叹 父母恩重难报 知恩保恩 更是利益自己 上报四重恩 人有四种恩情需要回报 即父母恩 佛恩 国土恩 众生恩 一切众生 只要有恩于我们 我们都要懂得珍惜 回报 做个善良厚道之人 切记做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的小人 否则就是自找苦透 明朝正德年间 平阳有个人叫周震 他自视有几分才气 狂妄娇横 常常只为家中的小事 就辱骂父亲 老父性格懦弱 只好忍受 有一天 周震无缘无故打骂儿子 他父亲看不过意 就过来劝阻 他竟发怒说 我打我的儿子 关你什么事 他又不是你生的 气得老父亲含泪无语 这天晚上 周震在梦中被抓到阴间 阎王罚他变毛驴 周震急急忙忙 身变无碎 阎王赤则说 你常常辱骂父亲 忤逆不孝 应该堕入畜生道 而且 由于你狂妄自大 旁若无人 所以还要蒙上你的眼睛 使你推磨挨鞭打 周震醒来后 自己说 要坐驴去就死了 人为善 福虽未离 祸以远离 人为恶 祸虽未至 福以远离 愿大家活成一束光 照亮世间的阴霾 人生吉祥 难无阿弥陀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愿你福生无量 下期 咱们再见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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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